蔡英文下台 其实我们台湾广大民众都已经等不下去了 等得很不耐烦 但是蔡英文也给即将上任的赖清德 也留下了很多的烂摊子 例如说像是能源的问题 还有经济 通货膨胀的问题 还有所谓的司法改革的问题 最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两岸的关系 这个僵局该怎么处理 该怎么走下去 赖清德上任之后 他到底要怎么接手来处理呢 这也在考验赖清德的执政能力 与其说蔡英文留下烂摊子给赖清德 倒不如说整个民进党留下烂摊子 给台湾的民众 为什么 因为赖清德还是民进党的赖清德 也就是民治党留下来的东西 赖清德也有份 这些烂摊子能解决吗 不能 我们已经可以预估四年 赖清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第一个问题 缺电 台湾的缺电很严重 到处都在停电 一天到晚都在停电 台湾现在被停电已经停电到 大家都在讲笑话了 蛇也可以造成停电 鸟儿也可以造成停电 松鼠也可以造成停电 我干脆这样说了 一只蝴蝶飞到台电的上面的时候 也可以造成停电 其实大家都知道停电的原因 电就是因为缺电 因为我们原本有这个被载容量 也就是说电到一个紧张的时候 就启动被载容量 以前的被载容量最少要10%到20% 然后民进党就开始欺骗台湾的民众 说被载容量那么高 是因为要偷电 因为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要贪污要怎么样 结果造成了被载容量一直萎缩 被载容量小 你的很多的配电厂 很多的发电厂 就不能够进行检修 不能够进行机器设备的更新 为什么 因为它要一直在不停的发电 没有被载容量 被载容量太低了 所以它要不停的发电 不停的发电 维修困难 然后整机更换新的困难 再加上电力越来越紧绷 所以你不开放核电 你不新建新的核电厂 你不把这个核四把它启动 然后核一已经到不能用 危险的地步了还在用 这样的一个情形 各位观众朋友 一直用火力烧电 那现在能解决吗 每天满嘴嘴炮 说什么用爱发电 用绿能发电 台湾的风不稳定 水资源不稳定 然后太阳能不够充沛 这些最主要的根本都做不到 结果用一张嘴 所以我个人估计 耐心者解决不了电的问题 第二个我们要问的是 台湾的经济通膨的问题 全世界都在通膨 降不下来 然后台湾配合美国 对大陆限制这个限制那个 大陆比较好的 低价的产品 见不了台湾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 台湾的物价怎么拉得下来 台湾的物价拉不下来 经济的成长开始呈现疲倦的一个状态 过去大陆给台湾赚几百亿 甚至最高纪录到上千亿美元 现在大陆要求经济要对等 那也就是说 你不能够再一直占我便宜 你要限制我到你那边投资 那我也会限制你 你限制我的产品不能卖到台湾来 那我也要对你实施限制 所以目前要求对等的情形下的时候 我相信台湾耐心得解决不了问题 一张嘴可以说 我们分担风险 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上 所以我们要迈到日本去 对不起 你每年对日本的贸易逆差 就是两百亿到四百亿 你对欧洲也贸易逆差 过去你对东盟是贸易顺差 现在开始进行逆差了 也发生了 那你怎么处理 你根本没办法处理 那在这个情形下 你赖信德经济能解决吗 这个烂摊子解决不了的 司法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民进党就擅长把司法当工具 民进党把司法当工具 还谈司法改革 简直是笑话一个 所以赖信德也解决不了 这个司法的问题 台湾的司法不公 已经造成人民的刻板印象了 要怎么去处理 好 最后一个 两岸的关系 赖信德不改变台独 不承认九二共识 他一张嘴巴说 哎呀 无条件的 在没有前提下 两岸之间的来往 我愿意跟中国对话 中国愿意跟你对话吗 他不是在讲笑话吗 所以赖信德一张嘴都在讲笑话的情形下 我倒觉得两岸的关系 只会越来越恶化 他刚刚在推动一个立法部门的修法 要修两岸关系人民条例 说台湾的明代公子人员去大陆 要再经过更严格的审查 观众朋友 这才是实的事情 所以不是听他讲什么 是看他做什么 还没上任就开始了 那你想他的用意是什么 第一个 第二个他今天讲话 说在没有前提下 他愿意跟大陆对话 这是善意吗 大陆的前提就是两岸都是中国人 同属于一中 九二共识回来 没九二共识怎么可能呢 所以我觉得这是善意吗 不是善意啦 所以这个传说啊 是民进党故意制造出来的谣言 要来忽悠台湾的社会大众 所谓的四大烂摊子 事实上是赖清德 蔡英文跟民进党造成的 那现在还是民进党 还是蔡英文执政 您觉得他们能够把 这个烂摊子解决吗 不行 这烂摊子还是我们台湾的民众 在承受